新兩岸交流台辦創業輔導服務 它等於只是一個指向幕而已 你就可以看到它牽涉到這麼多的單位 拿著密密麻麻中共統戰台青網絡關係圖 黑熊學院發起人沈柏陽 跟新北市議員候選人林秉佑 調查台灣和中國之間有關聯的組織以及人物 除了前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這次要參選議員的新黨游志斌 勞動黨候選人王正 都能與對岸官方和民間組織連連看 其中中華民族志工黨最高顧問 就是國民黨的桃園市長候選人張善政 必須跟中國有一個很密切 官方的這種特權的需求的時候 配合中國的統戰的需要 中華民族志工黨長期在對岸活動 二零一六年起在北京福建遼寧 湖南等地舉行青年幹部研習營 二零一七年貴州青年創新高峰論壇 創新交流團訪問廣西 學者質疑志工黨等親中政黨 儼然成為中國在台統戰代理人 中國給資金 資源通常在檯面下進行 包括組織政黨籠絡青年農民 資助公廟等 張善政出任青中政黨最高顧問指示冰山一角 地方選舉的青中勢力盤根錯節滲透 ING 大量的組織陸配以及部分的紅統人士來參與選舉 他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影響臺灣的政治運作 統戰小段透過政黨和民進組織深入相立基層 比以為九合一大選只是地方選舉 三連新聞也知道有人博台表達 中華民國保衛臺灣 國民黨桃園市長候選人張善政 最上說保衛臺灣 但他曾任最高顧問的中華民族志工黨 卻是對岸強力促統的管道之一 最高顧問當多久 張善政不願意說明 而熟悉志工黨的人士透露 從二零一八年起 陳柏光擔任志工黨主席 張善政就接下最高顧問職務 張善政主要就是掛個名 就是等於也幫他們打個名號這樣子 張善政擔任最高顧問 由陳柏光頒罰聘書 兩人多次見面留下不少合照 二零一九年二月 張善政出席志工黨新春團拜 二月底陳柏光臉書發文 力挺張善政參選總統 陳柏光和中國關係緊密 二零一九年曾提出讓金門成為兩岸 和平實驗區試點城市 推銷一國兩制都不見張善政有任何意見 陳柏光去年十一月 因為詐欺遭中國公安逮捕 志工黨前主席劉維甫也涉嫌 不法吸金二十九億 日前才遭搜索約談 而爬梳臺灣的親中政黨脈絡 還發現張善政在今年三月 接受經濟黨聘為榮譽總顧問 而經濟黨和志工黨都出自於鴻門 都與對岸互動密切 替這些政黨背書的高級顧問 張善政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三零新聞各自缸 我本圈 台北報導